10月25日,香港著名导演杨凡获得第76届威尼斯影展最佳剧本奖的动画电影《纪元台7号》导演版,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。 当日下午,杨凡连同张爱佳、林德信等一众声音演员现声电影节,与观众分享制作典敌。 《纪元台7号》由杨凡导演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,故事背景是60年代的香港,讲述了一个由台湾漂泊到香港的余太太及女儿,同时爱上英文补习老师的故事。 电影制作耗时七年,故事透过首绘动画及中西合璧的配乐呈现。 杨凡表示,为了更好展现细节,需要将画面手工在宣纸上画出,再一幅幅导入计算机渲染。 因为我们首先呢就是剧本写出来了之后呢,要去找这个工作人员是很困难的事情。 因为我们这个片子呢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啊,它全是手绘的,然后那个景物呢都是很显实的景物,这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。 然后我们每一个图片呢都是用铅笔画在宣纸上面,然后把它进入电脑然后渲染这样子。 但是呢,另外一个更特别的事情呢,就是这个整个片子呢,我们是先画了一个3D的人物,所有的动作啊,因为3D的话呢,你可以控制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啊, 每一滴眼泪啊,滴在什么时候开始流啊,这都可以控制,但是我自己觉得3D呢,就没有一个想象的空间。 所以呢,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用2,就是2D手绘把它画出来。 在影片里深演于太太的张爱佳表示,她从进入电影圈开始,就很重视声音表演,认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演绎方式。 在饰演的过程中,张爱佳认为,对角色及身处环境的想象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们不管我们一个人在讲话,或者是我们有对手,其实都是某一种的交流,那个交流就是你自己想象空间的交流。 就像当时如果说我,比如说我昨天在做一个朗读,我在朗读,一个人朗读说,可是这些人物,我都会想象他们长得什么样子, 然后他们的环境是什么样子,是在森林,你的森林是什么样子的,有没有动物,有没有鸟,有没有,我自己要想, 然后这个人的声音是不是轻飘飘的,这个人的声音是沉重的,我们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想。 张爱佳意顺赞杨凡的敬议和认真,并感激杨凡对她的信任。 那段视频是杨凡导演非常之注重的,所以她很小心一路看着,啊,你又这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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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她平时是一定要进去做指挥家的, 照门推演的时候,她就在这里指挥,对不对? 那她对着我,她又不是很意思指挥,因为她就隔着玻璃在那儿看,那儿听, 其实她对我有某种信任。